这次两会闭幕了 当然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还有国务院总理李强 都谈了很多 那么但是呢 我们先来从习近平的谈话 他说 绝对不负人民重托 要推进高水准的对外开放 而他还强调 中国的发展汇集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那么当然大家会关心的就是 中美关系嘛 现在两国持续博弈 那么连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讲 中美经济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 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之中受益 所以他强调 中美合作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 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位 他们在谈话 哪一些看点先请亮哥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讲话 跟过去没有太大差别 就是改革开放还是主旋律 事实上他在其他地方讲话 不是这里 还有讲到比如说两个必保 铁饭碗 粮食铁饭碗要抓在手里 制造业 他讲的是科技创新 要抓在手里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还是维持改革开放的基调 可是因为这个是在两会结束他讲 那当然也不好在这里讲一些太强硬的话 因为这是公开的 可是他在政协那个讲法就直接点迷美国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强硬的部分 只是不是保险在这里 对 比如说未来在军事上 这个秦刚也讲了嘛说 打不还手骂不防 还口办不到 办不到 那意思就是以后打要还手 那指的是什么 对 你怎么骂我 我也怎么毁你 对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随便举例 比如说南海的仙兵礁 填海照落是不是 主要具体你要表现出来 那外交 我更积极的出手 你刚刚讲到这个 12-1复交就是嘛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双方是有意愿 可是如果不是他 有很大的意志来促成 也不会成功啦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他可能会表现在军事 外交 科技创新 还有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我觉得这些 那李强就比较单纯啦 我觉得李强 因为我看了他的记者会 坦白讲我觉得他是一个 对民营经济很有感觉的人 对 那讲的都是 比较基层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比如说他说 不要只看GDP的成长的数字 要注意你身边事嘛 对不对 他讲了一大堆身边事 什么居住啊 收入啊 什么 他自己还讲说 他接触到很多的外企 其中就有很多美气的高管 然后他们都看好上海 看好中国 因为他讲他自己过去 在上海的经验 对对对对 就感觉就比如说 这个高层都看到问题嘛 那基层都看到办法嘛 对对对 这一类的话啦 坐在办公室就是看问题 出去就会看到办法 对对对对 给人家感觉就是很接地气 所以我认为了 林安总的路线嘛 就是 然后又讲到说 人口红利 那接下来中国需要的是 人才红利啊 那就意味着他接下来的科技创新啊 创造更大的GDP的动能啊 对 那不会再是那种劳力秘籍产业嘛 对对 一定会有新的技术秘籍 一些产业会出来啊 所以我觉得大体大概 我也不能总结什么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项目 那个方向其实都蛮稳定在进行 确实 大概只有一个意外啦 就是义钢没有被换掉这样 那本来大家传诸核心传了好久 对不对 那对央行当然人家就会想到 是不是对人民币国际化 然后跟美元的铺排啦 那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那如果义钢流刃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可能就不是用 很比较激烈的方式进行 可能还是用渐进的方式处理这样 是的确 这个接下来 大使先稍微喘口气 要多喝点水 刚刚话您也讲了很多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王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大陆 这个李强 他的记者会我们都看了 不过他在里面特别谈到的就是 怎么看展望今年2023 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 那么他有说他是看好 他还强调他八个字来说 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而大陆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 那么他说还是需要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 那么对于这个经济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我们在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也都非常的关系 在今年的前景 那要怎么样能够让今年的经济 更加的看好 刚刚亮哥其实讲出来 他讲的一部分 就是在李强谈话中 说不要只会看那个数字 看GDP大家五感 所以还是要让大家有感 所以要推动的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生活过得更好的 一个有感经济 老师 确实我们看李强之前 在几个工作单位都是这个比较 开放的这个地区 所以他跟这个企业 他对市场也非常的重视 谈到就是要为企业家 为市场去做一些服务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他现在当然也提到 就是说要从人民的角度来看 这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当然要建立他自己 这样一个比较亲民的形象 也就是说必须要从老百姓 切身的感受 去做一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因为毕竟大陆才从这个 整个防疫解封之后 我们看到 当然就是说大陆 他列出5%的GDP的 这个经济的成长率 各方认为应该是可以达到 甚至就是说外媒 外面的这些 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组织 对他的预期可能会是更高的 都会要调高 会比较调高 所以我觉得他当然第一个 他就是说他主要说 希望能够增加 大家消费的一个能力 必须要创造大家 更多的这个就业的一个机会 同时呢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薪资呢 是不是能够提升 以促成他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他主要就是希望 大陆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开放 就是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所以大陆现在也尽量欢迎 就是包括这个外资 以及台资呢 到大陆来去这个投资 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些 投资机会跟就业的这个机会 所以从大陆经济来讲 就是说看起来就 今年国际上的这个需求 未必能够很快的一个复苏 所以我们从一个整个经济发展 几个指标 主要三驾马车 就是说这个外贸 这个消费 以及这个投资来看 看起来就是说 在外贸方面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大陆也在积极做 可是但是他 并不是那样子的一个肯定 还要看这个外面的一个需求 主要我觉得当然他是希望 能够恢复老百姓的这个消费的信心 能够把这过去这个疫情期间 主要是用于储存的 储蓄的这些的一些资源 能够发放出来 能够尽量的消费 能够来这个促成经济的发展 以及就是说政府的很多的一些措施 能够简便利民 能够让尤其让民营企业 也能够扮演更多的一些 投资发展的角色 好 不过中国大陆 当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 这个自身的经济 绝对要守好稳很重要 可是呢 在外交的工作方面 看起来呢真的不一样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因为我们在刚才谈到 现在呢大陆要挥重拳 要挥拳怎么个挥法呢 首先就来一个骑袭啊 真的是你要说突袭也可以 因为能够让沙特跟伊朗 能够恢复建交 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结果伊朗驻中大使馆 发文称赞啊 这副交是为世界带来了 一个重大的利多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也让白宫 会不会措手不及 因为呢我们就连看到 华尔街日报 在3月10号的时候 都还曾经发文 说什么沙特还希望能够 跟什么以色列要好好的来发展 什么核能啊 希望能够有所帮助援助 可是事实上 那个时候让大家就觉得说 你根本是在放烟雾弹嘛 因为根本就已经什么 沙特跟伊朗 只要他们能够恢复邦交 他们在这个核方面的合作 那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 所以美国是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大陆会这样出拳啊 对 所以我们去年就在讲中国 今年是中国大外交的这个 这个元年 这看起来真的是 这个大国的大外交出手啊 都是大项目 这个都玩大的 都玩大的 这个都玩得非常大 这是改变世界秩序啊 全球性秩序 包括还有重要区域的秩序 基本上这一次中国大陆占了主场 也就是这个舞台上啊 是中国大陆唱主角 更妙的是美国几乎连配角都没得唱 所以就变成这个很多国际社会 第三国看起来就是说中国的时代来了 美国是已经啊 要从这个舞台上啊 要慢慢的啊 被挤落下来了 因为美国完全状况外 大陆我记得常常跟美国人 劝戒他们就是说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大国一天到晚在那边搞鸡毛蒜皮啊 然后怎么样 搞这个好 分而自知 在那边制造纠纷 然后呢 耍小小心眼耍手段 这个实在没有大国样子 大国说出来出手就要好 影响格局 全权到位 全权到位 那我觉得 中国大陆这一 这个今年开年以来 很多重大的外交 这个行为都是舰级履级 那都是以实践 以行动 实际行动 然后呢 来实践主张 以具体的成果呢 来展现实力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没有那么简单 那大使 那为什么美国都会被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说 沙特伊朗的代表已经在北京 然后再跟王毅开会 已经要宣布了 这就是美国的政府也失灵了 情报也失灵 也失灵了 而且这三个国家 基本上紧密合作 这个中间有极高的互信 跟互相的怎么样 互相的这种合作 这是高度合作 这么大的动作 能够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事情 能够就集中在三者之间 不容易 那这就表示 这个三个国家的外交团队 基本上纪律圆明 然后呢 专业能力高 然后呢 真正能够都掌握重点 这是纪律圆明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都非常专业 而且有长期的互信 这个两个国家都不好搞了 三个更难搞啊 而这三个中间两个还长期敌对的 而且都是不是罪而小邦 都是一方大国 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有自尊有实力 然后呢 也有自己的尊严 这个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所以很多 包括美国英国德国 日本都认为 这个是国际秩序 开始转变的一天 是很关键的一天 但是呢 那一天其实呢 可能对于美国来讲 你说他没有掌握情报吗 他把眼睛盯着两会啊 盯着盯着 结果呢 没发现到另外一头 其实有大事要发生了 中国大陆出了个拳 但是那只是第一拳 接下来还有个第二拳 请教大家亮哥 因为在今天我们看到 有路透的最新的报道指出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可能最快下周 要出访俄罗斯 去莫斯科跟普丁见面了 这个比原先预估的 可能是四月 或甚至是五月初 都还要来得更加的提早 因为现在才三月 那现在这么快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诚如有一些新闻标题所下的 要出大事吗 打个问号 没有任何媒体跟进 包括俄罗斯的媒体 还有中国的媒体 是 路透社出假新闻 是常见的事啦 所以这个不值得讨论 因为没有媒体跟进 亮哥不信 反而有一件事情 已经发生了 这个真的就是沙伊 和解的一个立即的效应 就马尔大夫刚刚宣布 跟伊朗复交 我们讲马尔蒂夫 对对对对 这个因为他 他也跟他断交七年了 跟沙特阿拉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是立即的效应 然后叶蒙 还有叙利亚 还有黎巴嫩 因为他们都饱受 什叶顺泥内斗嘛 对 都有军事冲突 那相关的人都表达 乐见这个结果 所以叶蒙就可能在那边 他们都已经在握手了 我们还要争什么呢 当然就是这样啊 像那个胡塞 那个叶蒙政府 他就直接讲啊 所以我们小国家 时常属于动乱 让我们的正常的发展 都无法推展 所以我认为那个氛围 已经立刻辐射出去了 是 那至于中国 我实在真的很难想象 那个习近平会 赶在马克宏去大陆之前 就立刻跑去莫斯科 对啊 因为这逻辑有点怪 有点怪 所以 我就还是看一下 看几天的媒体的报导 因为中方没有任何 而且中国是没有任何 文字媒体跟进 而且通常像这种新闻 二媒都会很高调 对 可是到目前 我比较关注的是 卫星报也没有 塔斯社也没有 都没有 对 所以其实呢 我也是打个问号啦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呢就是 那迟早还是要去啊 所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他还要去出访俄罗斯 那到时候是不是 又会有什么样一些 具体的内容 这个其实美国现在 看起来也很紧张 而且呢 事实上 刚才亮哥你讲到的就是说 那可能他有一个 所谓的辐射效应嘛 那海外国家 那个是在阿拉伯半岛的部分 对对对 那在 俄乌坦白讲 目前看起来叙事待发了 是要再打一次 要再打一次 对啊 你怎么会这个收去呢 是 那现在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有报导嘛 中方斡旋 伊朗跟海外六国 今年要在北京 召开峰会 这个意思就是伊朗要跟海河会的国家 是 又恢复正常互动嘛 那这里面美国会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啦 因为美国不是在制裁伊朗嘛 对啊 那如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国家跟伊朗的贸易 那请问这个包括在内吗 嗯 尴尬了 嘿嘿嘿 我就不知道美国要不要制裁阿拉伯国家 我看人家搞不好不理他 是 不过现在其实在海外六国里面 别忘了里面就是包括阿联酋嘛 因为阿联酋跟伊朗又有那岛屿的争议 所以你可以就此抛开吗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就是争议就是争议嘛 中国大陆跟越南菲律宾也是来往 他们也有岛屿争议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不觉得我那个是障碍啦 是好 介大使你补充一下 我是觉得这个传闻是值得在观察啦 对 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就说 二月才推广这个 就是说全球安全倡议 这个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那么就是说 我是说用行动来落实这个主张 免得这个主张讲太多都不落实的话 反而是变成复分 是 所以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 除了这个落实自己的这个 在国际秩序上的主张以外 也是在破美国的局 美国在全世界破布的局 事实上中国大陆一个一个在破 那也等于说 从某种程度上 又是一次另辟战场 那表示说我这边也插旗 那边也插旗 不要你美国永远在选战场 你永远把你的注意力把它弄在台海 我现在把你的注意力 我把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所有资源也把也要拉回到 你认为你是你主导的局 这我觉得是一个大战略 中国大陆这种外交出击 然后这个美国媒体 这个英国媒体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外交强国 外交强国这三个字 灌在中国头上的话 这个以中国近代史来讲的话 这一天来到真是不容易 这个以前这个外交真的是 激弱 那个激弱被人家欺负 今天居然西方国家叫中国是外交强国 这里面多少辛酸多少血泪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